我不知第几遍播出那串熟悉的号码,提示音从最开始的无人接听,到现在打过去已经变成了关机。 我低头撇向衣服上的血字,就在刚刚吸胶,发生连环追尾事故,其他伤者家属都急匆匆赶到医院,只有江也的电话打不通。 面对护士不知道第几次出来催促,你老公还没联系上吗? 我捏紧手机,带着几分狼狈的摇摇头,抱歉,我老公在忙,让我男朋友来签字可以吗? 护士吃惊地点点头,也,也可以。 秦琛赶到时,我正站在病房的角落中,一向冷静持重的男人露出罕见的慌乱,哪里受伤了? 我解释身上的血字不是我的,是救人站上的。 他这才松了口气,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分手的是我不同意, 你要是暂时不愿意和江也离婚,咱们三个就先这样过着。 我和江也秦琛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和江也结婚后,秦琛就出国了。 再见面那天我在酒吧买醉,喝多了,不知怎么就和他滚到了一起。 醒来后,我心虚地坐在床头,等着秦琛的怒骂。 毕竟谁也不想和有夫之妇搞上关系,尤其我还是他好兄弟的妻子。 想象中的质问并没有出现,秦琛递给我一杯水,又倒了一杯酒拿在手里。 他对你不好,嫁给江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硬着头皮否认,没有,他对我挺好的。 秦琛轻痴,昨晚你抱着我骂了他一夜,骂他出轨,骂他不是人。 所以,我们昨晚就干了些这个,没干别的。 秦琛脸色一黑,让我看看现场像不像纯聊天。 我又心虚地低下头,刚发现江也出轨,那会我又哭又闹,不顾形象地往他身上砸东西。 江也最初还会耐着性子哄我,后来他出轨的次数越来越多,懒得管,就随我闹。 我赶走一个情人,他就再找一个,渐渐地,我累了,直到他将刚找的小情人带回我们的婚房,寻求刺激。 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江也劝我试试年轻人的感觉。 那天他说了很多,无非就是让我和他一样出轨。 我从回忆中扯回思绪,看着秦琛正开车往他家的方向走。 送我回玉井别墅吧,我去处理点事情。 秦琛猜到我要回去做什么,调转方向。 到了地方,你在这等我,我很快出来。 秦琛轻挑眉眼,笑得好看,好。 我推开别墅的门,果然看见两道身影在我亲自挑选的沙发上交缠。 梁婉儿发现了我,他故意抱紧江也,朝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目光。 我吃笑,好低级的手段。 我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梁婉儿好不容易才被江也捧成一线,如果此时爆出他插足别人婚姻当小三这种丑闻,所有的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这会他开始惊慌失措,江总,江太太回来了。 江也仿佛没听到。 结束后,我缓缓收起手机。 江也见状倾笑,起身捡起地上的浴巾扔在梁婉儿身上,找了个干净的单人沙发坐下,从烟盒里敲出一根烟点燃,深邃的眸底含着笑意。 听说你昨天包下了江南烟雨给男朋友过生日。 我早就和你说过,事是新人,感觉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没接话,随手整理了下裙子,看向梁婉儿,梁小姐还不走吗? 梁婉儿不服气,江总都没说什么,你凭什么让我走? 就凭这套房产在我名下,一分钟内你如果没消失在我眼前,这份视频会将你送上热搜。 梁婉儿还不甘心,将希望寄托在江也身上。 谁知对方连看他一眼都没看,我瞥向手机计时器,你还有四十秒。 梁婉儿瞪了我一眼,顾不上整理形象,气呼呼地逃窜离开。 江也捏着香烟弹烟灰,声音波澜不惊,你教训教训他也好, 省得不知天高地厚,竟跟我提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他虽然是这么说,可我知道梁婉儿在他心里是不一样的。 之前那些情人不是没痴心妄想过江太太的位置, 都被江也拿钱毫不留情地打发掉了。 到了梁婉儿这,江也顶多晾他两天。 我平静开口,你明天抽个空,咱们把婚离了。 江也抽烟的动作一愣,抬眸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不相信。 之前我不止一次用离婚逼他和外面的女人断了。 唯恐他不相信,我又补充了句,这次我是认真的, 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民政局办理手续。 江也看了眼时间,吃笑,现在赶过去,民政局早下班了。 我低头看了眼手表,话顿时噎住, 有种古代太监逛青楼的无力感。 江也起身,走到我面前,他闹着要来家里, 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这次算我玩过头了。 接下来两家的合作,我会通知公司那边多让两个点给温氏, 当作我的赔礼道歉。 你放心,江太太的位置永远是你的。 我嫌弃地用手挡住鼻子,滚我原点,熏死了。 江也神色突然连起,差不多行了, 你知道我没耐心哄人。 我看了他一眼,回来前我已经通知温氏法务部, 稍后会有人清算咱们的财产, 起草离婚协议。 江也想从我脸上找出开玩笑的意思。 良久,他道,给我个理由。 我动心了,想和他结婚,江也脸上的表情凝住。 带着几分潮意,你当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 温于,你考虑事情得限时点。 确实的限时点,刚才我在医院给你打了十几通电话,没人接, 结果你是在我的家里陪小情人翻云覆雨。 所以,在财产分割方面,属于我的一分都不能少。 我懒得继续和他废话下去,直接下逐客令, 这套别墅在我名下,请你离开。 江也留下一句你好好冷静就走了。 我笑了,我之前到底有多么卑微, 才会让他到了现在都不相信我是真的想要离婚。 我收拾好行李出来, 看见江也和秦琛两人正在聊天。 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也不和我们说声。 秦琛,前几天回来的, 江也约他出去聚聚。 秦琛一口回绝, 不了,我是来接我女朋友的。 江也仿佛发现什么十分惊奇的事, 这还是他第一次从秦琛嘴里听到女朋友这个词。 谈恋爱了,对方也注意警。 秦琛面色不耐地嗡了声, 那我得看看是谁, 说不定我还认识说话的功夫。 江也余光瞥见我拎着行李箱往那走, 他面色难看, 温瑜,你非要把这件事闹大是不是。 他伸手要拿行李箱, 却被另一只手给抢先一步放进了后备箱。 江也看着秦琛,眉头紧皱, 秦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琛将我抱在怀里, 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了, 我来接女朋友。 江也反应过来, 暴躁如雷, 这Tian是我老婆, 我拿你当兄弟, 你给我戴绿帽子。 我纠正, 绿帽子是我给你戴的。 江也眼神阴狠地看向我, 你爸知道你要离婚这件事吗? 我眉头皱起, 但又问, 怎么, 和我离婚后你要嫁给我爸。 江也深呼吸一口气, 伸手过来拽我, 跟我回家, 和他断了, 我会处理好两码儿的。 我躲开他的触碰, 那是你的事, 除了离婚, 以后别联系我。 他有什么好的? 我冷笑, 江也, 你绝不觉得这一幕挺眼熟的? 我曾经也是这样, 不顾形象地和你发疯, 和你闹, 你那时是怎么做的? 你当时津津有味地 看我和你的小情人争宠。 江也被我戳中, 声音低了几分, 以后我会处理好那些女人, 不让她们出现在你面前。 混蛋, 秦琛上去就是一拳。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秦琛动手打人。 两人殴打在一起, 秦琛是恋家子, 不向江也打起人来, 只知道用蛮力, 横冲直撞。 秦琛,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和温鱼离婚的。 不离婚你试试, 真以为你这几年, 公司那些丑事, 没人知道。 之前是顾念温鱼的面子。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签字离婚。 他拽着江也的衣领往后狠狠一扔, 转过身迁起我的手上车。 隔天, 我带着律师去了江市集团。 江也气得砸了桌上的东西, 惹得门外的秘书们频频往里看。 面对不知情的敌意, 我淡淡一笑。 江也, 让你的律师上来吧。 我们快点, 别耽误下午去办手续。 江也谋色加深, 你死了离婚的心思吧。 我看了眼律师, 对方立刻会议。 既然江总不准备让律师上来, 那我就开始了。 我将二位的婚后财产 大概进行了整理。 账户上的流动资金 在三十五亿左右, 固定资产别墅及公寓 共十一套。 江总送给情人的房子 前后加起来是八套公寓, 珠宝首饰的话, 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江总您是过错方,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您已经出轨长达两年。 我方的意思是, 账户上的流动资金 温总带走二十八亿, 固定房产十一套, 全部归温总所有, 其他的东西温总就不要了。 江总, 您对这种分配方式 是否同意? 律师说完, 江也阴着脸 碾了碾指尖夹着的咽。 梁婉儿那边 我已经处理好了, 他以后不会再 出现在你面前, 只要不离婚, 条件随你开。 江也这么不上道, 我没了耐心, 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 律师插在电脑上, 将屏幕转向江也的方向。 江也扫了一眼, 痴笑, 不动声色搜集了这么多证据。 你以为我为什么没有 在你第一次出轨的时候 和你提出离婚? 江也眯着眸子, 所以我出轨后你和我闹, 你做的那些事都是在演戏, 就为了搜集这些。 到了这个地步, 江也也不是个 可以随便令人拿捏的主。 别忘了你也出轨了, 无论咱们谁先谁后, 打起官司来 你也分不到那么多的钱。 我料到他会这么说, 一旦这些视频流传出去, 你猜江市集团的股价 会跌几个点。 你最近争取的那个项目 现在正是紧要关头, 要是这时候传出点什么丑闻, 项目也得丢, 到时候才明两失。 温鱼, 之前是我做得太过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我打断他的话, 镜子都碎了, 才想起要恢复原状。 想到临走时, 秦琛充满期盼的眼神, 他说不想在我妈的生日宴上 以小三的身份出席。 江野, 我退一步, 账户资金我只带走二十五亿, 这是我的底线。 气氛僵持了一会, 江野沉默片刻。 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后你还想离婚, 我就签字。 从江市离开, 我去了商场。 傍晚时回了温家, 推门进去, 就看到客厅的棋盘旁坐着两个人。 我爸一身黑色中山装, 身子挺拔。 每颗棋子都经过深思熟虑才落下, 对面的江野一副好女婿的模样。 爸的棋风还是这般犀利, 当我以为要领先棋局时, 您总能一子占据上风, 我自愧不如。 我爸在商场混迹多年, 没有那么好糊弄, 只见他落下黑旗, 沉声问, 和小鱼吵架了。 江野捏着白旗, 思考该下在何处, 是我做了一些混账事, 惹他生气了, 温于他要和我离婚。 我爸侄子的手指一顿, 我的女儿我了解, 要不是你做了什么触犯底线的事, 他不会轻易提出离婚。 既然他决定和你离婚, 那我们做父母的, 也只有支持。 江野没接话, 手中那枚白子迟迟未落下。 我在一旁观了会棋局, 上前拿起一子放在棋盘上, 白子落后的局面得到改善。 我爸故作严肃, 绷着一张脸, 观其不语真君子, 其意倒是没退步。 说完, 他看了眼一旁, 做得老老实实的江野, 什么也没说, 上楼了。 目送我爸的背影不见, 我转头看向江野, 谁让你来的? 江野捏了捏眉心, 温于, 我是真的不想和你离婚。 如果你拖延三天的目的, 是想从我爸妈身上入手的话,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 他们要是知道你出轨了, 你连这个屋都进不来。 江野疲倦地叹息, 我想了一天。 明明上学时,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你, 如今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第一次出轨是因为心先进, 没接受住诱惑, 后来就越发不受控制。 是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想弥补你, 温于, 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我静静望着他, 说完了吗? 江野, 你从来都是个自私的人, 你也没意识到出轨有什么不对。 在你眼里, 男人出去玩是很正常的事。 你会挽回这段婚姻, 是因为江世新启动的项目, 不能出现一点丑闻。 要是这个时候被媒体捕风捉营, 你离婚的消息会对你造成影响。 也是因为我的出轨对象是秦琛。 从上学时候起你就一直和秦琛比, 你不想让我们在一起, 所以你才会挽回我。 你是为了让秦琛看看, 只要你随便给我道个歉, 我就会回头。 江野, 你别太恶心了。 江野文言, 眉头紧紧皱着, 我现在在你心里已经这样不堪了。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想要补偿你。 李阿姨走进来, 有位梁小姐站在门外好长时间了, 我问她要不要进来, 她说不用, 问她有什么需要也不说。 我生气地看向江野, 要是外面那些闹到我父母面前, 我会让你爸妈跟着一起丢人。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里地址的, 我马上去解决。 江野, 梁婉儿出现在温家这种事仅此一次。 下次我没这么好说话, 我们出来的时候, 梁婉儿正神色焦灼不安地盯着大门方向。 见江野出来, 她立马跑过来, 防备地盯着我, 又带了点宣誓主权的味道。 恭喜温鱼姐找到真爱, 什么时候结婚呢? 到时候, 我一定要在微博给你们录制一个恭喜视频。 我似笑非笑接过话题, 我如果是梁小姐的话, 此时怕是没那个闲心录视频。 怎么说? 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让江野和我离婚, 尚未江太太。 梁婉儿防备我的目光开始动摇。 她能这么快在娱乐圈有一席之地, 除了江野在背后给她撑腰, 和她本身演技好够聪明也是有关系的。 江野深吸一口气, 温鱼,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没错过梁婉儿钻在一起的手指, 她紧张地看向我, 想知道我什么态度。 江野, 我原本不想把事情闹大, 你要是迟迟不肯签离婚协议。 我往前走了一步, 在她耳边轻声道, 你违规在建筑材料上面动手脚的事, 应该不想被人知道吧。 江野没风一蹴, 秦琛告诉你的。 秦琛, 和她有什么关系? 江野心下了然, 一定要离婚。 废话就别说了。 明天, 我会签字, 她点了根烟, 关于那批建筑材料的文件给我。 我沉思片刻。 明天签了字给你, 就这么不相信我。 李阿姨, 送客。 离婚那天, 原本阴沉的天气突然转情。 从民政局门口出来后, 江野将离婚证扔进了垃圾桶。 温鱼, 之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你。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后来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出轨寻求刺激。 要不是秦琛让我在这里等他一会, 我都懒得和江野在说话。 江野下河紧了紧, 没再继续说。 一辆黑色麦巴赫停在我面前, 秦琛从车上抱着一束玫瑰花, 嘴角地笑压不住。 他这边有多开心, 江野那边脸色就有多难看。 偏偏秦琛还走过去, 江野, 谢谢你, 要不是你出轨, 我也没办法和温鱼在一起。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江野, 秦琛玩味一笑, 你第一次出轨, 是我将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温鱼的, 不用谢。 江野脸色黑得不能再黑了。 离开时, 我听到他骂了几句脏话。 我妈生日宴那天, 京城有头脸的人都来了。 我陪着他往宴会听走。 你这孩子离婚我支持, 可秦总又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是离婚前在一起的。 我鸣嘴, 我妈出身江南书乡世家, 对于婚内双双出轨的事, 不知如何开口和他讲。 我迟迟没说话, 只见我妈轻叹气, 你和秦总在一起。 是真的喜欢她, 还是为了和江野之气? 我可告诉你, 玩弄感情的事你可不许做。 我含糊其词地恩了声, 也没解释。 我抹脸了下披肩, 拍拍我的手背, 示意我去找熟悉的人寒暄几句。 去吧, 现如今你重回温氏集团,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松开挽他胳膊的手, 甜甜地应了声, 好, 那我过去了。 我端起酒杯朝乡熟的那帮人走去, 昔日的同学, 如今的某总, 恭喜啊温鱼, 听说东城那个项目被你拿下来了, 江总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却被你半路抢了回来。 当年温鱼就是咱们几个中最优秀的, 他当年退出职场回归家庭, 我可是第一个不同意的。 外面都在传你和秦琛在一起了, 真的假的? 我笑着点头, 我刚回公司, 以后有项目多多合作。 江总来了, 江也走过来, 场面一度尴尬起来, 我察觉到有人正盯着我看, 那个项目我没想到最后会是你拿下来的, 恭喜江也朝我抬起酒杯。 我端起酒杯, 和他碰了一下。 本以为话题到此结束, 江也不知哪根筋不对, 竟然开始回忆过往。 当初毕业后, 我为了让你不受累, 才劝你退出职场回归家庭。 如今看来是我错了, 你真的很适合职场。 突然, 我要肩多了双有温度的手, 我抬头看去是秦琛。 众人发出打趣的声音, 我微微一笑。 唯独江也在这十分尴尬。 啊, 所有人顺着声音来源看过去, 是门口有人和适应声撞在了一起, 酒水洒了一身, 酒杯摔在地上见烈。 梁婉儿身上那条白色裙子被红酒浸染, 位置挺尴尬的。 梁婉儿惊呼, 你走路都不仔细看的吗? 我身上这件衣服是高定, 现在弄脏了可怎么办? 眼看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我担心我妈的宴会会闹出笑话, 走过去先是让适应声离开。 我来处理。 梁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梁婉儿现在心思都放在高定裙子上, 她拼命拿纸巾擦拭。 梁小姐, 白酒可以去除红酒渍。 梁婉儿脱口而出, 我这是高定, 怎么可以沾上白酒? 几乎是她刚说完, 在场有人发出嘲讽的笑意。 温小姐见过的世面比你多多了。 梁小姐, 一件高定而已, 让江总给你买下来就是了, 这么紧张做什么? 真是小家子气, 她眼里买不起的衣服, 在小温总眼里不过就是一串数字而已。 江也听到梁婉儿的声音后, 立马走过来, 大家嘲讽梁婉儿的话像巴掌一样落在她脸上, 提醒她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安排人送你出国了吗? 梁婉儿难堪的脸色战红, 下一秒,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梁婉儿扑通跪在我面前。 温余姐你帮我和江总说说情吧, 我不奢求成为江太太, 只要能让我留在她身边就行, 我是真的爱她。 周围的人凑在一起, 三言两语。 小三果然是小三, 除了哭哭啼啼, 就是下跪求证时让位。 这种人也配谈爱, 男人把她当宠物养着, 她倒把自己当个人了。 要是真的爱她, 早在离婚后娶她了。 像江总这种身份的人, 就算和温余离婚, 下一任妻子也会是豪门千金, 怎么也轮不到她。 是啊, 偏偏这些小三认不清楚身份, 总觉得那些个情爱能抵一切。 梁婉儿此举, 无疑是在我妈的宴会上闹事。 我再好的脾气也维持不住, 疏离冷漠地看向两人。 江也, 你们两个能滚吗? 江也看向梁婉儿, 拔高声音,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梁婉儿被她这副样子吓得不轻, 我在网上查到温太太在这里举办生日宴。 她声音越来越小, 江也抓起梁婉儿的手, 大不留心地往外走。 梁婉儿快不跟上她, 卑微地祈求, 我们还和之前一样, 你有空了就来找我, 没时间我绝对不去打扰你好不好。 直到他们二人的身影消失在宴会厅, 我连起冰冷的目光, 和来往宾客寒暄。 抱歉, 打扰大家的兴致了。 小温总客气了, 谁都会碰上两只苍蝇, 没必要因为他们恶心自己。 秦琛走过来, 挽着我的腰, 往我爸妈的方向走。 他说, 我来处理。 我摇摇头, 我手里有两碗儿的丑闻, 已经让助理抱出去了。 看着我爸素冷的眸子, 对不起爸, 我没处理好这些事, 让人在妈的生日宴上闹事。 我爸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当年, 我外公不同意这门婚事, 他看不上我爸这样雷厉风行的人, 想给我妈在江南, 找个稳重点的结婚。 最后, 是我爸在外公家跪了三天三夜, 并且答应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才让我外公松了口。 他这辈子最见不得的, 就是我妈受委屈。 这场生日宴, 他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从主菜到甜品, 无一例外都是亲自把关。 如今却, 我妈走过来, 轻轻拍了下我爸的手, 但笑, 江野那孩子, 总归是要吃些苦头的。 和梁婉儿有关的词条, 迅速被公关部推上热搜。 曾经在学校霸凌同学, 警号。 公司楼下, 梁婉儿拦在我车前, 黑色衣衫, 黑色帽子, 戴着墨镜, 全副武装。 温宇姐, 我们谈谈吧。 没时间, 我要开会。 梁婉儿抓住我的胳膊, 就一会, 十分钟就行。 我说了, 没时间。 我可以等你, 我就在那边的咖啡店里, 不管几点, 我都等你。 从上午到下午六点, 会议一个接着一个。 等我想起梁婉儿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半了。 我到咖啡厅的时候, 梁婉儿正不停地往门口方向看, 见我过来, 蹭得一下站起来, 姜总不要我了, 她和灵世珠宝的千金去相亲了。 我觉得好笑, 你是脑子昏了头吗? 和我说这些做什么, 专门来让我看笑话。 昨天的事是我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在阿姨的生日宴上闹事。 将总命人送我出国,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会那样做。 对不起, 她站起来, 九十度鞠躬。 如果你觉得不解气的话, 我可以去给阿姨赔礼道歉。 我搅拌咖啡, 说人话, 别拐弯抹角的。 你能不能别封杀我? 我以后离姜总远远的, 我不想失去事业。 很可惜, 从今天开始, 爱情事业你都要失去了。 她经纪人走进来, 梁婉儿还没说话。 张静率先开口, 温总, 交给你了, 处理妥当。 温总放心, 我走到门口, 就听到他们爆发了争吵。 张静, 你竟然是温鱼的人, 亏我那么信任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张静等她发泄完了, 从包里拿出几份协议书。 这是解约书, 你现在的形象 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公司可以无责和你解除合同, 并且向你索赔三千万违约金。 这份适合给品牌的代言合同, 鉴于你自身的原因, 对方也是要和你解约, 并且按照合同规定, 赔偿违约金三百八十万。 这几份都是品牌的解约合同, 总共加起来五千三百万。 梁婉儿把合同扔在地上, 我不签。 不签有不签的解决办法, 只不过一旦上了法庭, 你需要赔偿的数额就不止是这些了。 你自己没本事当不成姜太太, 就得认命。 五千三百万这个数额, 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五千三百万, 正是他卖了姜爷给的房产, 以及珠宝加在一起的钱。 张静捡起合同, 签了字, 把钱拿出来, 你顶多就是这几年白混了, 什么也没有罢了。 不签, 到时候翻倍的赔偿, 你去哪里弄? 你难道想后半辈子都在打工还债吗? 娱乐圈你是混不下去了。 我到公司后, 张静打来了电话, 梁婉儿签了合同, 把钱全部都拿了出来。 他去找过姜总, 不过还没见到姜总, 就被保安赶了出来。 我开了免提, 把手机扔在桌上, 翻看公司最近的项目。 嗯, 以后关于梁婉儿的事, 不需要和我说了。 你去温氏旗下的传媒公司报到吧, 职位是总监, 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谢谢温总。 助理小男敲门进来, 温总, 帮您约了许总下午三点, 在京海茶楼。 你再去帮我准备一套蓝宝石的首饰, 还有五点约一下家宝集团的王总。 好的温总, 茶楼清雅的布局和装饰偏自然风, 给人一种清新纯净的安逸。 温总, 实不相瞒, 在你约我之前, 姜氏的姜总也和我接洽过, 也想拿下这个项目, 并且他给的价格比你们低不少。 许总, 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您这边只看价格的话, 我们公司也不是不能压低, 只是这用料上肯定会降低品质。 我将泡好的茶推到许总面前, 三年前您和白城的一个公司合作过, 那批建筑材料被记者曝出不合格。 幸亏是在动工前查出来的, 不然真要出点什么事, 可就不仅是那点钱能解决的了。 被戳中痛处, 许总脸色难看。 温总这是故意提起往事, 令我难堪。 许总别动怒, 干建筑行业的, 在用料上更是要慎重。 万一出事损失点钱是小, 吃官司可就不值当了。 江总给您的那个价格, 您想想能有利润吗? 其中关节, 想必许总比我明白。 徐林沉思片刻, 拿起笔又犹豫了会, 价钱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许总, 价钱已经是我能给您的最低价了, 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 质量方面绝对放心。 徐林在合同上签了字, 我起身, 朝他伸手, 合作愉快许总。 合作愉快, 小温总果真如传闻一样, 有你父亲当年的风范。 徐总客气了, 我听说嫂子喜欢珠宝, 他生日快到了, 这礼物还烦请徐总帮我 提前送给嫂子。 温总这是什么意思? 要是被人知道, 还以为我是拿了你的东西 才会选择温氏合作的呢? 这不妥。 徐林嘴上说着不妥, 目光却扫向了我手里的珠宝。 徐总, 嫂子在珠宝方面是行家, 这套首饰放在我手里是浪费, 在您太太手里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您就当让太太帮我个忙, 鉴定一下这套珠宝,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送徐总上了电梯后, 时间四点半了, 我赶往下一个包厢。 四十分钟后, 家宝集团的王总来了。 抱歉啊, 温总, 路上堵车, 我来晚了。 晚高峰, 能理解, 王总请坐。 谈完合同七点多了。 我按了按博梗, 和小楠说, 这么晚了, 你先下班吧, 明天整理下合同。 需要我送您回去吗? 不用了, 今天你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出了茶楼, 我远远就看到了秦琛的车。 京城这两天, 飘着毛毛细雨, 到了晚上, 空气中裹着几分凉意, 秦琛脱下外套, 披在我身上。 我抬眼看着他的侧脸,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去你公司了, 总裁办的人说你下午在这里约了客户, 晚上想吃什么? 火锅, 九宫阁那种下午一直在喝茶, 现在肚子里全是水, 就想吃点火锅。 好, 下车后, 秦琛手臂环过我的腰, 往火锅垫走, 正好碰见同样往里走的江野。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 没了昔日的放荡, 多了几分沉稳。 他先开口打了声招呼, 这里的火锅味道不错, 你以前就喜欢吃。 我感受到秦琛落在我腰间的手中了些, 不免觉得好笑, 江总自己一个人, 没带女伴, 江野苦涩一笑, 来谈合作。 那我们就不打扰江总了, 先进去了。 秦琛在我耳边呢喃, 宝宝, 他在盯着你看, 你后背莫非也长了一双眼睛。 服务员引领我们落座, 锅底很快被端了上来, 一会就热气腾腾升起白雾。 秦琛把毛堵下进锅里, 男人的直觉, 他现在肯定后悔死了, 没有好好珍惜你。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现在确实后悔, 不过后悔的是没有提前签合同, 让我一天之内抢了他两个项目。 我和秦琛一边吃一边聊, 一顿火锅足足吃了两个小时, 离开的时候, 没想到还会在门口碰到江野。 他站在火锅店门口抽烟, 看我们出来, 温鱼,我能和你说两句话吗? 秦琛,我去开车。 好。 江野自嘲地笑了, 如果我没有做那些混账事, 现在应该是我们两个 吃完火锅一起回家。 我还以为江总是要和我 算抢了你项目的账呢。 那是我欠你的几秒后, 他喊了声温鱼, 如果我改过自新, 你会。 江总, 下月初六, 我和秦琛订婚。 订婚那天, 有人送来了一幅油画。 我看向这幅画, 曾经我不止一次地告诉江野喜欢, 可他总是敷衍了事。 从没将我的画放在心上, 如今离婚了, 他倒送给了我。 江野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 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坐在某个角落里。 那天他喝得烂醉如泥, 嘴里一直喊着后悔了。 秦琛冷着一张脸, 让保安把人给送回去。 回家后, 他委屈着一张脸。 江野就是故意的, 他装醉来闹事。 我拿着手机看日历, 笑着凑在他眼前, 明天是个好日子, 要不要先去领证。 秦琛就是这么豪哄, 一句话就眉开眼笑。 好, 窗外, 风卷着树叶起起落落, 窗内, 人影交缠, 彻夜未眠。 故事二 我未婚怀孕, 孩子没爹, 于是跑到了美国下载。 家里人以为我是去美国读书了, 我的两个小姐妹请假过来, 陪我顺便旅游。 刚好当地有个音乐节, 还挺热闹, 我们玩得很嗨, 结果他俩喝大了, 我早产了。 我冷静地叫了救护车, 冷静地进了产房, 冷静地记录公缩间隔, 调整呼吸。 还好还好, 虽然提前了很多, 但尚在掌握中。 后来只觉得公缩越来越频繁, 呼吸法也不能缓解, 仿佛有两个大锤疯狂砸向后腰。 正当我疼得呲牙咧嘴, 一边喊痛, 一边用英文问开极致的时候, 在一堆嘈杂的英文中, 听到一个熟悉的中文, 抬心减弱, 要人工破水。 男医生? 算了, 医者无性别, 只要我能平安把孩子生出来。 啊, 人工破水特么也这么疼, 确认羊水浑浊, 准备剖工。 什么? 怎么这个医生说一句英文, 又说一句中文, 特意解释给我听? 我强撑着一口气, 拽住那个医生的衣服, 求求, 再给个机会。 我每天抱走两万步, 就是为了顺产啊。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我靠, 是他, 那个渣男。 我瞪大了狗眼, 还有什么比在产房偶遇前男友更惨的事? 胎份污染羊水, 再不剖很危险, 他依然一板一眼, 一丝不苟, 就跟他说分手那天一模一样, 妈的, 好气, 他不是神经外科吗? 怎么转到产科了? 还给我破水, 还要看我的body, 天哪! 我哭哭唧唧, 情绪很不稳定, 小心谨慎地提了提要求, 能不能开低一点, 我还要穿比基尼。 他俯身下来, 轻声说, 别哭了, 我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滑歪了就不好看了。 我瞬间闭上狗嘴, 在我冷静后的十分钟里, 我仔细捋了一遍, 和他在一起的大半年, 有没有对不起他, 确定没有后肠输了一口气。 此刻我只能看到他的头, 看不到他的手, 可能是感到了我的紧张, 他主动开口, 生孩子这么大的是, 怎么一个人, 孩子的爸爸呢? 嗯,他很忙, 他确实很忙。 家里人呢? 家里人不知道我生孩子, 真不靠谱。 他当着一个脆弱产妇的面, 说了这么一句, 一点也不顾及产妇本人的心理状态。 我有些生气, 和医生, 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 话没有说完, 只觉得肚皮被一阵拉扯, 打了麻药并不疼, 但是会有拉扯感, 紧接着就是一声嘹亮的啼哭。 妈呀, 好快, 我的仔, 仔仔很快被抱到我的胸前, 皱巴巴得很可爱, 这波不亏, 当妈不亏, 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等伤口缝好, 罗兮兮和梦莎莎终于赶到, 一人一句十分过躁。 哇, 好漂亮, 像妈妈。 当看见给我说术后注意事项的和傲, 他俩呆成了木鸡。 和傲走后, 他俩又纷纷用那种吃到大瓜的眼神看着我, 天哪, 能不能消停会儿? 我可是个产妇。 我摆了白手, 表示需要休息, 他俩稀罕地推着小车到沙发那侧。 仔仔刚出生,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虽然很累很困, 但我还是听到西西那句, 顺转铺谁给他签的字呢? 半夜, 我被咳醒。 西西和莎莎在那个三人沙发上打架似的睡得不可开交。 还好请的中国月嫂已经到了, 照顾仔仔很有一套。 正要拿水喝, 身边不知冒出个什么人, 拿走了我的水杯。 刚才跟你说术后六小时不要喝水, 是没听进去吗? 和傲。 他虽然语气不善, 却很温柔地用一根棉签仔细浸润我的嘴唇。 这点水够干啥? 我有些气愤, 但他是医生。 他说的做的应该比我要正确, 虽然是个神经外科医生。 对了, 你为什么会变成产科医生? 和傲地手顿了顿, 临危受命。 啥玩意儿? 学会用成语了? 我优雅地翻了个白眼, 决定继续睡, 一觉睡过, 各小时又有何难? 再一睁眼, 和傲还在。 怎么老是你? 护士来给伤口擦药, 用英文说了一句什么羡慕你有这么体贴的男友, 一直守着你。 和傲被我盯得有些尴尬, 终于解释道, 昨天你情况紧急, 我就说是你男友帮你签的手术和麻醉之情同意书。 后, 顺便还帮我剖了工? 宁可真牛。 不过, 护工产这种已经很成熟的手术对他一个神经外科来说应该很容易吧。 和傲再一次开了口, 这个孩子, 床背抬高, 我蹲蹲蹲了大半杯水, 方才冷静开口, 这个孩子是我买的精子, 人工受孕的。 屠杀, 他甚至有些破音, 露出与他严谨高冷身份及不相称的震惊之色。 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那你之前还说孩子的爸爸很忙, 难道你认识精子库里那个人? 真是麻烦, 产后正虚弱的时候, 还要为自己的前言不搭后语找理由。 我好累, 我只想独占我的载, 从我父母失败的婚姻中。 我学到了一点, 就是不要结婚。 晃晃荡荡这些年, 万花从中过, 我以为我能天夜不沾身, 却还是在和傲这儿栽了跟头。 那天, 他一个人在把台闷头喝酒, 一副要把自己喝死的样子, 身边围绕的那几个小妹妹, 像惦记唐僧肉一样的各显神通。 拯救心如死灰的帅哥是我的职责, 挡开买醉帅哥身边的狂风浪蝶是我的使命。 帅哥, 被甩了? 我本着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的处事态度, 拨开一个玻尿酸女孩和一个肋骨鼻女孩, 侧座着想开导他, 谁知他正脸比侧影还要帅。 叫他帅哥是有些草帅了, 就这张脸, 我可以连夸一万字。 他看着年纪不大, 在我的观念里, 只有年轻人才会把爱情看得比天大。 但他挑眉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说我问得太肤浅了。 嗨, 能有多大的事呢? 人这一辈子, 不就活个开心? 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我拿起杯子碰了碰, 他也拿起杯子浅浅喝一敏, 问我, 听说喝酒能开心, 可我还是不开心。 他虽然垂着眼帘在笑, 但在我看来, 他的眼底有一个小男孩, 彷徨而无助, 甚至有些绝望地伤心着。 这个表情, 我也有过。 鬼使神差般地想当圣母, 拯救深陷泥潭的小男孩。 换个地方喝, 说不定就不一样呢, 我抓起他的手, 带他走出笛巴。 同行的伙伴都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 我眨眨眼, 我去助人为乐了。 换个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 比我自己的小公寓有更多的藏酒呢? 我有特条秘方, 我以前不高兴的时候, 经常这么喝, 混着甜蜜的高度酒, 迅速攻占理性。 一个人的时候, 蒙着被子大睡, 睡醒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这是第一次带男人回自己家, 我拿出了我看家的本事, 调了一杯又一杯。 我们叙叙叨叨叨, 从威士忌聊到黑布丁, 再到苏格兰的高地牛。 从比利时的啤酒, 聊到生物工程, 再到豆腐的制造。 有没有更开心一些? 我不知道他醉没醉, 反正我已经醉了, 骨头支撑不起我。 我真的像那个成语, 烂醉如泥, 粘在了他的肩头。 没想到他这么能喝。 如果还不开心, 那姐姐这里也没有更多酒了, 都给你喝穷了。 我得找不回来, 想到这里, 我借着醉意把手搭在 他锁骨下面紧绷的胸膛。 他问, 你为什么把我带回家? 你平时也这样随便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以为喝点小酒, 气氛烘托好, 接下来可以有点别样的节目。 他叫何澳, 是个DBC, 奔着纯洁的目的 想去把他拯救。 他却喝光了我的酒, 那他不得让我开点油吗? 现在开油也不让了。 还问我, 为什么这么随便? 当场我就翻脸了, 把他推倒, 想将他吃干抹尽, 叫他认清我的真面目。 从夜店认识的姑娘 能有多矜持? 矜持的姑娘 会从夜店捡小奶狗。 奶狗, 和澳皱了皱眉, 好像是生气了, 它握着我的腰, 居高临下地将我拉近, 温热地掌心附上来。 如何跟他解释 奶狗并不是骂人的话? 我吞了吞口水, 好像不解释也不要紧。 和澳叫我不要随便带不认识的男人回家, 但当时的他刚进是中心医院, 忙得很, 根本无法实时盯烧。 最近忙什么了? 是客廷发的微信, 这哥们算是和我一起长大的, 我爸妈常和他爸妈一同畅想, 我们俩要是结婚, 那必然是强强联合, 但客廷喜欢软萌的网红, 我喜欢精壮的肉体。 显然, 我们都不是对方的菜。 我带何澳回自己家后, 确实腿了很久, 蹦不动底。 莎莎和西西, 他俩一副了然于胸地 在我们仨的小群里面猜测, 陈默默是不是年近三十找到真爱, 想安定下来了? 别放屁了好吗? 我只是腿酸而已。 为了证明我陈默默 还是从前那个自由奔跑的陈默默, 我踩上战靴, 披上战袍, 重回五池, 却只晃了个圈, 拍了几张高胡自拍, 发了朋友圈, 就回到卡座喝闷酒。 老了就是老了, 蹦不动了。 坐下后才发现客廷也来了, 先有的没有左拥右抱, 他凑过来, 怎么不回我微信? 那了闷了, 咱俩的微信对话记录 一直脱陷的, 突然的亲密叫人怪不适应的。 忙着呢? 忙什么? 嗯, 还真没什么好忙的, 最忙的就是应付和傲。 小奶狗还挺护实, 它不准我多看一眼别人, 社交软件该扇扇, 喝酒蹦迪要少去。 你们美国人难道不理解 Open Relationship吗? 这话我只对和傲说过一次, 说完就后悔了。 累的, 首先, 我不能算美国人, 第二, 我一个人还不够你吃吗? 我两腿打颤, 够吃, 吃撑了。 客廷在一旁问我忙什么, 看我一直神游, 便继续, 陈默默,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什么? 不可能, 我惊呼着站起, 这是原则性问题。 陈默默, 怎么可以谈男朋友? 陈默默是不会被任何人束缚住, 如果谈了朋友, 又结了婚, 不就走了我爸妈的老路吗? 客廷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样子, 神色不定。 天在这个时候, 和傲来了, 他走了过来, 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 他说, 我身体还算健康, 只是不能再喝酒了, 不然很容易英年早逝。 我还挺相信他, 因为和傲是医生, 我对医生都很迷信。 你是默默什么人? 客廷此时站出来, 加深了卡座里的戏剧冲突。 和傲扬了扬我们紧握的手, 男朋友, 看不出来吗? 客廷皱眉看向我, 我正要解释, 却被和傲公主抱起, 众目睽睽之下她一把抱起我, 突然地失重, 让我不自觉地抓紧了她。 和傲对夜店卡座里所有的人说我是他的女朋友, 三十岁了, 有严重的酒精肝, 在喝要出人命的, 除了人命要负法律责任。 我即将上头的怒火, 被一种生命垂危的紧张感代替, 我真的是重度酒精肝吗? 绝望, 我还差两年才到三十岁, 在一线城市还是小年轻, 就得了中年人才会得的病。 我在懵懵懂懂的悲痛之中, 被和傲带回到她的住处。 和医生, 有没有什么肝脏方面的专家推荐一下? 我跪在床上虔诚地握着和傲的手, 找医生干什么, 你又没毛病。 那, 酒精肝, 我只是觉得, 你喝醉酒的样子, 太香了, 放你在外面, 我不放心。 和傲俯身在我的嘴唇边蹭了蹭, 还未反应过来, 她的手顺势用力, 我上身失重, 惊呼一声, 倒在了柔软的羽绒枕内。 她低头笑着, 修长的手指在衬衫扭扣上翻转。 我馋了, 她不着急吻我, 玩着我的发烧委屈道, 为了庆祝我们在一起一百天, 特意调班的。 结果姐姐连电话也不接, 那种地方, 哪里接得到电话呢? 我从她紧实的上臂 一路抚摸至锁骨, 然后在她的下巴, 嘴唇这里停住。 木火全消, 甚至有些歉疚, 都是姐姐不好。 当理智重回大脑, 我说我从未交过男朋友, 你这个EBC倒是给我定义定义定义, 什么叫女朋友? 和傲手臂用力, 限制了我起身的动作。 你是我的女朋友, 就代表以后你只能跟我一起困脚。 不错, 不过三四个月, 中文进步很多, 连口音都被我本地化了。 不然呢? 我抬头盯着她笑, 语气是轻浮的, 但我内心也渴望一个答案。 相爱的两个人, 有一天其中一个人不爱了, 或者出轨了, 剩下另一人该怎么办? 我爸妈作为绿师界的行业翘楚, 年轻时也是爱得轰轰烈烈, 组成家庭后却经营得一团乱, 互相给对方戴的绿帽子 比爱尔兰圣派特里克捷的帽子还多, 互相怨恨, 但又舍不得离婚, 咒骂过后, 一样在一起过日子。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对这种长期捆绑的两性关系感到失望。 人本就不是长情的动物。 我从未打算和任何一个人建立长期的关系, 和傲算是个例外。 但如果我当真要认真对待他, 将来劈腿, 我可能会难过到离开人世。 他叹了口气, 仿佛做了一万步的退让, 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只能自己辛苦点咯。 看来他除了累死我, 确实没有别的好方法。 想不通就不要去想了。 我精疲力竭, 在和傲的手臂上睡着了。 醒来时他已经走了。 我穿好衣服, 发现手机没电了, 走到门边准备离开, 再开后看到一个变迁。 请你吃海鲜大餐爱心。 这里会有海鲜大餐。 这里是他常租的酒店套房, 空荡荡的, 连衣服都很少。 半开放的厨房, 有一个小冰箱, 一个微波炉, 一个独眼电灶, 还有一个烧水的壶, 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 不会做饭, 也不习惯喝热水。 说起来, 和傲为什么来这里工作, 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统统不知道。 我又往套间内走了走, 会客室大理石吧台上 果然有一盘食物。 原来是鸡蛋做的小太阳, 香肠滑成小章鱼的样子, 小番茄切成的小爱心, 盘子边的便利贴上书。 多吃蔬菜, 借酒借糖, 做我女友味。 我吃完了小章鱼, 在便签下面写上, 我就不。 大踏步出了酒店, 正在发愁, 手机没电了, 要怎么才能回家, 却见到一台熟悉的车, 是客厅。 这要巧, 我毫不客气递上了车, 也不管它是不是有别的安排, 等下送我回家哦。 客厅脸色不太好, 车子很快启动, 向我家的方向驶去。 我纳闷, 你来这里做什么? 事情办完了? 沉默默,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嗯, 好端端提年纪干什么? 你有没有考虑过成家? 客厅你吃错药了吗? 客厅许久没说话, 气氛有些怪异, 直到我家门口, 我下了车, 他却没有开走。 他降下车窗, 现在不明不白的人很多, 你谈朋友, 可以让彬子到系统里面查查。 彬子哥是他的铁词, 毕业后当了光荣的警察叔叔, 他们的系统比什么添抹茶, 其抹茶要靠谱一亿倍。 但, 我并没有要谈朋友呀。 我疑惑地看着客厅, 他的窗户没有关上, 我也不好转身直接走, 只得再等等。 手机记得充电, 有事打给我。 说吧, 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继续说道, 你手机的定位, 我一直能看到, 如果你在意, 就告诉我, 我把你移除。 我也不想大半夜担心你的安全, 在楼下等到天亮。 我突然想起, 十几年前刚流行苹果手机的时候, 我们还在高中, 我贪图他的音乐会员, 加入他账号的家庭圈, 所以他打开查找手机的软件, 都能找到我的地点。 每次找不到手机, 又打不通电话的时候, 都大喊一声, 客厅。 帮我播放声音, 他会极不情愿地拿出手机, 让我的手机在别人的口袋里大声叮叮叮。 手机被顺走了几次, 都是这样找回来的。 酒吧老板甚至请我喝酒, 让我再帮我抓几个小偷。 客厅觉得很烦, 拉着我就走了, 并且警告我, 不准乱丢手机, 他再也不想帮我找手机了。 后来苹果手机也不稀罕了, 偷的人也没那么多了。 我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淡忘了我听音乐的软件, 是每个月客厅在缴费, 淡忘了我的定位他都能看见。 客厅的车开走了, 我感觉有些错乱。 要不是我从小跟客厅一块长大, 我差点以为他喜欢我了。 他从不避讳在我面前 搂抱小网红, 我也不会躲着他开健身教练的油, 他嫌弃我年纪大酒量差, 我嫌弃他除了算账, 其他啥也不行。 不过是一个嘴欠的大哥, 在担心脑残小妹的人身安全罢了。 我甩了甩混沌的脑子, 我和客厅要是能擦出火花, 就真的见了鬼了。 一个和傲就够累的了, 我敲了敲大腿, 想回家睡个觉, 再找个按摩店放松下。 手机开机后, 是和傲之前发来的消息, 他真的在一家海鲜店定了位置, 本来打算一百日的时候庆祝一下, 结果我去蹦迪没看手机。 后来几天想找何傲晚, 他却忙得脚打后脑勺, 都是匆忙在医院附近吃一餐饭。 又急着回医院, 临走还嘱咐我, 多吃蔬菜, 借酒借色。 西西和莎莎如同两个背后铃一样, 突然蹦出。 原来你在这, 偷偷约会小医生, 中午休息都不放过人家, 你真狠。 本来想解释何傲昨天大夜班, 所以特意来看望一下他。 但转念一想, 何傲也不是我什么人, 不过是我闲得无聊, 打发一下无聊的中午罢了。 想什么呢? 肯定是想他的何医生喽。 关系突飞猛进呀, 啥时候带出来正式见一下呀? 西西和莎莎是我的高中同学, 大学都在本市, 所以十几年的交情了。 他们都很讶异, 我这么一个怕麻烦的人, 竟然开了四十多分钟的车 过来医院对面的商场, 吃一顿绿油油寡淡淡的能量沙拉。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转移了他们的话题。 西西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捂住了左边腮帮子。 本来就是蛀牙, 后来医生说 有颗齿横着长了, 挤到旁边的牙, 医生说要拔掉, 然后伤口要缝合, 可能还要挂水。 我在大群小群里面 说了这么多天了, 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西西西有些愤怒, 沙沙按住了她说, 还好有我陪你, 我劝你就拔了吧, 范医生一看就很专业。 西西更愤怒了, 她哪里专业, 你就是看她长得帅。 哪有, 傻傻婉转又娇称, 默默你问问你的小医生, 能不能下次约牙科的范医生一起吃饭? 我,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和傲的信息。 第一条是定位的信息。 第二条是, 约沉默默小姐吃大餐, 一定要提前再提前。 我抓紧了这次机会, 回复她, 我想带你见我的朋友。 她回复了三个感叹号, 真, 大, 妈, 但你要带上牙科的范医生。 她又回复了一串省略号, 许久又回复, 牙科哪位范医生? 最帅的那个。 呵, 女人。 几天后的某间高级餐厅, 五人位, 坐了四个人。 嘻嘻溜了, 她说她惶恐, 她嘴里这颗痴齿 就像她的犯罪证据一样, 会让范医生 当场把她抓进医院拔牙。 莎莎使了大力气, 美而不伶俐地妆容, 温柔又知性地穿搭, 要不是我脚上还穿着鞋, 我要用四肢为她鼓掌。 范医生摘了口罩, 在我看来不过平平无奇一个男孩。 奈何, 我从各个角度仔细打量, 也勾不出我半点生理反应。 可莎莎却一副惺性眼, 认真地听她讲蛀牙的行程, 小朋友奶牙的护理, 屠服的重要性, 法味, 无趣。 我想起我和何澳第一次见面, 聊的是苏格兰高地牛和西藏牦牛的亲戚关系, 那可有意思多了。 何澳时不时握一握我的手, 不要总看范医生好不好。 今天是我们两百天纪念日爱。 莎莎听到了这条关键信息, 立马不好意思地笑了, 眼波流转, 温婉动人, 我认识她这么久, 竟不知她可以美到这份上。 差点弯了, 看来我们打扰到和医生和默默了。 这样吧, 这餐我请。 范医生喝酒了, 我送范医生回家。 范医生连忙抬手, 一边示意服务生拿账单, 一边掏钱包。 怎么可以让女孩子付钱? 何澳咳了一声, 早就付过了。 我笑了, 和美艳不可放物的莎莎交换了一下眼神, 带着各自的男伴离开了餐厅。 认识何澳之前, 我只知道医生很忙, 认识她后, 我发现医生真的是忙到起飞了。 我在想, 前两个一百天都是她来找我, 我都没好好对她。 不然找一天, 也别等第三个一百天了, 我去找她。 虽然在世中心医院对面吃过好几次能量沙拉, 但我从没为了她进去过中心医院。 就像我天生对当老师的人有敬畏感, 我对医院医生也有敬畏感。 和傲傲除外, 她很幼稚, 不像一个医生。 我去了那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地方, 拿着一个劳力式的手表盒, 里面是一个弹簧拳头, 很老土的一个整骨玩具, 但是很适合她。 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的, 为了让她更高兴, 我愿意在今天承认她和我正在亚朋友。 当然, 除了这个整骨玩具, 我还准备了很多杯咖啡, 等会会有员工送过来。 我一定能在她同事中留下个好印象。 当时就是有这种秘之自信, 有一种她爱惨了我的错觉。 直到看到她抱着一个漂亮的女医生, 两人抱得紧紧的, 眼眶红红的, 说着悄悄话, 周围一圈同事。 她的同事甚至不知道和傲身边有一个我, 我此刻走开, 这世上就没有人知道我被劈腿了吧。 咖啡店的员工打来电话, 姐, 我那个九十九杯咖啡是送到, 楼吧, 会稍微晚一些哦姐, 因为咱这个分量有点大。 哦什么? 把署名改成某患者。 哪个患者? 随便, 道调也行。 喂? 姐? 喂? 我没有被劈过腿, 因为我从未交过男朋友, 但那天, 当我想承认和傲是我的男朋友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被劈腿的那种刺痛。 这一天从日历上抹去, 我只是在家里宅了一天, 我没有找和傲, 和傲也没有找我。 第二天, 和傲约我喝咖啡, 我记得很清楚, 就在他医院对面的平价咖啡店。 他本就不多的行李打包在他的行李箱里, 他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笑了, 离开就是离开, 什么叫离开一段时间。 难道这段时间, 我得为你守真操吗? 但我什么都没说。 他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 但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有人在催促他。 他满腹心事, 咖啡放凉了, 也没喝两口。 我知道你耐不住寂寞, 我不会要你一直等我。 最终还是他开了口, 林了还给我扣了一顶 耐不住寂寞的帽子。 哼, 我微笑着, 端起咖啡, 泼在了他的脸上, 头也不回地走了。 刺激, 这些年的电视剧没白看, 这段关系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没了, 我保持着假笑, 大不留心, 一路冲回自己的公寓, 用被子封印自己, 哭得稀里哗啦。 他甚至没有来, 一个电话挽留。 西西和莎莎联系不上我, 来了我家, 一人一聚, 简直老瓜成精。 不会吧, 你对他走心, 对奶狗走心, 注定要伤心。 我帮你删了他, 世上奶狗千千万。 来吧, 我的老baby, 穿上战衣继续蹦迪。 我的手机被夺走, 又从被窝里被薅出来, 强行按在了梳妆台之前。 壁驰们的鼓励, 就是如此直接与干脆。 可我看到镜子里小丑一样的自己, 差点忧了出来, 还越忧越起劲。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 怎么的呢? 怀孕了吗? 我拿起枕头下面的半盒套沉思良久, 正确使用避孕套后, 避孕的成功率超过99%。 那么我就成了那个不到1%的失败案例。 其实1%的概率算期望值的话, 这些天怎么也有300次, 确实也该中奖一次了。 我当法务可惜了, 我特么简直是个数学小天才。 西西接过我那半盒套也看了很久, 这不是咱们刚上大学时候买的吗? 嘖嘖嘖, 你这样的生活也太少了。 莎莎听完震惊一脸, 放了十年。 你不怀孕, 谁怀孕? 去医院做了检查, 地胎新胎芽都有了。 何澳已经离开了, 人不知去向, 西西和莎莎痛骂她渣男, 并开始逐家比较起上午做手术, 下午去上班的无痛人流广告。 但我听到胎心的那刻起, 母爱就泛滥了, 我说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西西惊了, 莎莎也惊了。 确认过大学, 开始和他们一起蹦迪多年的老baby我本人没有脑子瓦特, 他们问出了个致命的问题, 非婚生子怎么上户口? 大家都没有说话, 纷纷翻起了自己的手机, 开始搜索。 非婚小孩如何上学出生证明准生证。 我去美国生, 我已经想好对策。 她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听说很多大佬的情妇都是跑到美国下载, 可我虽然不是月光, 但也没刻意攒钱, 能养大一个孩子吗? 够了, 我感觉我有很多很多的爱给这个孩子。 回到家, 爸妈还在因为律所合伙人的事情口吐芬芳, 从小听到大的我虽然已经习惯, 但还是学到了一些芬芳的新词汇, 果然常吵常心。 他们吵皮了, 我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爸妈, 我想去华盛顿读LLM, 已经在申请了。 华盛顿大学的LLM是顶级的, 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女儿闲鱼了这么多年, 靠家里的关系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没事就和一群狐朋狗友泡夜店, 如今怎么突然转性了? 难道是因为那个美国籍医生男朋友? 爸爸最先发话, 首先还是痛斥我考上大学后不思进去, 至今一事无成, 后来又赞扬我28岁高龄, 还能想到去美国镀金, 不管是真想学还是追男朋友去, 爸爸都支持。 紧接着妈妈表达了一个顾虑和一个期盼, 顾虑是, 闲鱼了这么多年, 华盛顿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期盼是既然相处了快一年了, 可以把小医生带回家里看看。 我自然是对答如流, 打消了他们重重顾虑, 拿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开始准备起我即将开始, 却根本不存在的新学期。 客廷恰恰实地又出现了, 她说她都知道了, 她愿意和我结婚。 我就知道西西和莎莎中出了叛徒, 或者双双背叛, 他们俩不赞成我当单亲妈妈。 更加认为去美国生小孩很不靠谱, 告诉了客廷, 她一向鬼点子多。 客廷很直接, 起初你和小医生一起, 我还有些担心。 毕竟周围一圈人, 我们俩比较适合结婚, 能省去很多麻烦, 婚姻可以和爱情无关, 但是和资产和家庭强相关的。 你也知道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也对婚姻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现在我把这个孩子认下, 两边父母我都会瞒着, 把婚结了, 对我们都有好处。 我抚摸着肚子, 许久才回答他, 我想他也是好心。 如果不结婚, 会判死刑立即执行,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 但这个社会, 我一个人带孩子生活会比 先进一段莫名其妙的婚姻更快乐, 别跟我讲, 你应该把婚姻留给更适合的人。 客厅这个人拿了霸道总裁的剧本, 却没有一个恋爱脑, 满脑子都是资源最大化, 享受年轻女孩的肉体, 但不承担长期关系的责任。 我在他眼里, 是一个可以营销总裁青梅竹马律师世家法学院高材生的一个人选, 对他完美的履历, 百利无一害, 他甚至可以忍受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陈默默, 我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你只是喜欢有我陪衬着的你自己。 我说完这句话, 就离开了, 要跨洋租房子, 办签证。 找了一份法律杂志编辑的工作, 虽然工资低点, 但时间灵活, 可以远程办公, 等到了美国也能有份收入。 在卫衣再也盖不住的W, 我拿着旅游签直飞去了华盛顿, 在这里撒谎, 起码不用刻意去查天气。 西西和莎莎随后跟道, 他们还在愧疚向客厅告密, 但我知道他们是怕我吃苦, 我们还跟往常一样到处了, 只不过他们喝酒, 我喝果汁。 直到前天蹦得太嗨, 早产了, 我才发现他竟然就在这家医院。 和傲掺着我下床走动, 我离了阵痛蹦, 疼得呲牙咧嘴满头冷汗。 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废话, 生了孩子能一样吗? 下地立马去蹦迪。 我只是遗憾, 我不是那个陪你改店的人。 一周的住院时间, 和傲充分展现了一个温柔前任应有的一面, 以及问了八百遍这个孩子的父亲。 其实, 和傲很容易能拿到孩子的样血, 如果他心中有疑问, 可以自己去查验, 但他偏要从我嘴里打探。 算日子, 那会儿你一直和我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趁你加班的时候出去偷吃? 他面色一沉, 不再说话。 他向来不信任我, 连分手都是说我耐不住寂寞。 所以你离开, 就是回这里在这个医院继续当医生? 不是的, 我, 说来话长。 你也变了, 还说来话长, 中文真是越来越溜了。 谢谢。 可惜不是我教的, 我看着那个曾经被他拥抱过的漂亮医生出现在走廊的另一边, 笑了, 就送到这里吧, 后会有期。 西西和莎莎很喜欢给仔仔寄蝴蝶结, 穿小裙子。 我强调了很多遍, 仔仔是男孩子, 男孩子就应该有点阳刚之气。 回到租住的公寓, 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和父母视频, 必须严谨严肃, 事业中不能出现婴儿用品, 毕竟我还是需要刷他们的附属信用卡, 但生了孩子这件事, 迟早被暴露。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积蓄花完之前, 找一份工作。 当了妈之后人变得爱操心, 但也充实了很多。 西西和莎莎认了仔当肝儿子, 说要一起养。 我知道他们是怕我压力太大, 他们在这里陪了我很久了, 现在孩子平安出生, 育儿嫂也到位了, 我让他们先回国。 何澳照例每周来两次, 说是复诊, 检查伤口和孩子的情况。 自从发现西西和莎莎走了后, 便没脸没皮地住了进来。 这算什么? 我拿着多出来的牙刷和毛巾, 质问何澳, 你真当这是自己家? 他一脸天真, 我付房租, 你公寓这么大, 一个人太浪费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种做法很无赖? 不是看脸的吗? 丑的就是无赖? 帅的就是霸总。 哟, 你还知道霸总了? 这段时间没少学习啊。 出去, 我要泵奶。 遵命, 他夹着没洗的奶瓶, 拎着一袋用过的尿布走了出去, 转身轻手轻脚带上房门。 还霸总, 笑死。 好日子不长, 我妈打了个电话来, 说朋友的孩子在华盛顿读, 特朗朗们说学校里并没有你沉默默。 这天终于来了, 我心惊胆战, 但还是大放承认了。 对, 我就是拿着家里的钱来美国吃喝玩乐了。 好啊, 你个沉默默, 你长本事了, 你给我立刻滚回来。 我挂掉电话, 十分钟后又接到我爸的视频邀请 挂掉 他们只有在教育我的时候 才会站在同一个阵营 真搞不懂 他们明明非常讨厌我 且各自在外都有相好 为什么不重组家庭 再生小孩 重头教育 避开我走过的弯路 和傲仿佛有顺风耳一般 从公寓的另一头跑过来 真是不幸运 你爸妈不再赞助你了 而我也丢了工作 说起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和傲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了 他嫌育儿嫂的育儿方式过于老土 擅自将他赶走 然后顶替了育儿嫂的位置 我也无能为力 毕竟我现在一份薪水 要养一个孩子 能节省一点是一点 是吗 你丢了工作 那就没钱付房租了 等等 你为什么会丢工作 和傲怂怂间 正要解释 宰宰哭了 他头也不回 大不留心 赶到宰宰的房间 五分钟后 宰宰止住了哭声 我和和傲 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 过在了一起 至今我都没有勇气 问他分手的原因 我怕我情绪激动 毕竟哺乳妻妇女 如果情绪不稳定 很容易回奶 我现在可买不起奶粉 偶尔想和他谈谈 刚问到重点 都被宰宰地哭声打断 现在回头想想 那段时间 如果没有和傲 让我独自面对这个高需求的小宰子 我可能会抑郁 我爸妈隔了一周杀盗 比我预计的还要早点 这个时候 载两个多月 会笑 我爸妈在进门的一瞬间 从愤怒到震惊 最后一点一点软化了 无论是神态 还是语气 还是动作 我和和傲 仿佛两个泡黑网吧 被逮到小学生 肩并肩站在一旁 等待两位教导主任的发落 等他们抱着孩子 回头看我们的时候 他们的眼中 分明闪着小星星 是激动的泪水 反射出的光 爸 妈 浓瞧瞧 同默默小时候一模式样 此刻的我看见了 我从未在我老父亲 老母亲身上 发现的母性光辉 在他们惊奇过畅想过后 我的宅子睡熟了 他们轻手轻脚 退出房间 让我和和傲坐下 都有了小宁 怎么也不跟家里说 是啊 如果我们不发现 你们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在美国结的婚吗 回国半久吗 以后打算在哪里发展 何傲挠挠头 看向了我 我沉住一口气 撂下一句话 我不结婚 我有收入 可以自己养孩子 等我再多赚一些 就把骗你们的钱还上 说完 闭上眼等着癌训吃 爸妈想发作 却又碍于我的宅在睡觉 低声喝道 不像话 哪有养了小宁 还不结婚的 小何 你说说看 你怎么想的 何傲看似 一直游离在状况之外 却在听到这句话后 答应得干脆 爸妈 我想马上结婚 回国半久 回国发展 孩子叫小宁也挺好的 默默总是宅子的叫 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翻了个白眼 我老家的小孩 都叫小宁 好好好 还是小何靠谱 我爸笑得很灿烂 你看看人家 我妈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爸妈先回国了 我在旅游签证过期之前 也得回国 本来打算一狠心 躲开爸妈撕了护照 黑在这儿 千里迢迢跑来美国 却又遇到何傲 看来还是回去比较好 何傲帮我收拾了很多箱行李 看起来很开心 你是偷了我儿子的样写 做了DNA了吗 我抱着崽子冷冷地问 希望她改变主意 希望她改变主意留在美国 毕竟她没工作了 去中国再被甩煤钱买机票 可能还得跟我要钱 她愣了愣 转而眼睛亮得出奇 没有 我没有勇气这么做 我 我只知道 我想和你一起 养大她 不是我的也没关系 可我想当单身妈妈 这可不是赶时髦 养小孩代价很大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呵 嫁给渣男代价更大 仅仅看到她和别人相拥 我就想被雷劈了一样 可我喜欢她 潜意识里就想原谅她 人心都是肉掌的 谁不喜欢帅哥呢 还是个八块腹肌包干 家务包带娃 没有不良嗜好的大帅哥 我爱她爱惨了 往后若她再变心 反复变心 叠加变心 那对我来说 可就是灭顶之灾 不如在这时候 一刀斩断 别再有半点瓜葛 既然孩子 可能不是亲生的 这个问题 刀不到她 我决定再来一刀 我根本不喜欢你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只不过你有点心理疾病罢了 傲默 完败 我泄气 情绪突然难以控制 哭了 边哭边吼 对 我有病 你走之前 我去找你 结果看到你搂着别的小姑娘 说悄悄话 别跟我说是我看错了误会了 也别说 你会痛改前非 我没瞎 脑子也没坏 我自己有判断 但我有病 我还是喜欢你 我怕我越陷越深 又爱你又恨你 离不开躲不过 天天吵架 我这辈子就完了 呜呜 宅子感知到我的负能量后 也爆发出惊人的哭声 和傲手足无措 抱过宅子还要安慰崩溃的我 宝宝 妈妈是产后易怒 不要害怕 妈妈 阿布 默默 我没想到你来找我了 那个是我的妹妹 亲妹妹 谁信 但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能拿拳头砸她 公寓的门没锁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推开了 那个漂亮的女医生 就站在门口 天哪 这是什么桥段 小三都找上门了 我指了指门口 依然在哭 绝望 太绝望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 实在是太烂了 哦 你不是说今天三点的飞机吗 我在楼下等你们半天了 这怎么还哭起来了 哦 不好意思啊 喵 你先帮我把这两个箱子推下去 我等默默缓一缓 妙 那个妙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扫产后一挺严重哈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说话 当着产妇的面说 这话合适吗 嫂 妙 你姓啥 我打着哭腔 勉强问出了一句话 我姓何 她有一点冷漠 是那种经压 是那种经历过许多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 在面对小擦伤 在面对小擦伤时表现出的那种冷静的冷漠 突然之间有点喜欢她了呢 我没事了 我擦了擦眼泪鼻涕 笑了 嗨 多大点事呀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抱一下能咋的 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很放得开的 妙 谢谢你开车送我们呀 我轻易地拉过她的手 她像见了鬼一样 推着箱子拔腿就跑 哦 太恐怖了 我以后坚决不生孩子 这情绪变化也太快了吧 我这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 接下来的日子也顾不上你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说完这句话 和傲就示意我们闭嘴 她想借着半个小时的车程 让宰子安静下来 最好能睡着上飞机 和妙开车开得很冷 借着反光镜 她和和傲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我之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和妙却一直拿看大病患者的眼神看我 和傲在VIP候机室里面照顾宝宝 我和和妙在外间聊闲片 其实主要是我在反复确认 你们真的是亲兄妹吗 而和妙一直在复读那一句 我们是龙凤胎 亲的不能再亲了 和傲和和妙出生在美国 但是他们四岁的时候父母分开了 和妙跟着妈妈去了中国 和傲跟着爸爸留在美国 他们的父母都是无国界医生 很有名的那种 但是性格都很差 谁也不服气谁 需要去不同的地方 很少能聚在一起 且见了面不出三句话就要吵架 离婚后 和傲和和妙在假期的时候 会一起聚在中国 或者一起聚在美国 一年多前 和傲的妈妈诊断出脑癌 那个时候和傲刚刚通过 得到这个消息 二话不说回了国 和傲的妈妈 在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发觉自己时日无多 她放弃了治疗 跟和傲的爸爸去他们相识的地方了此余生了 和傲那天很难受 她不赞成母亲放弃治疗 她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一向爱反对母亲的父亲 这次会这么轻易地 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觉得自己被父母遗弃了 在酒吧把自己灌得烂醉 被我捡了个漏 那天我拿着弹簧拳头去找她 正好是他们两兄妹 在得到了他们妈妈病逝的消息 但是和傲想通了 和傲抱着妹妹和妙 说他们的父母 最后拥有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没有争吵 只有相爱 这就够了 我们也应该活在当下 不要辜负爱我们的人 不要错过我们爱的人 和傲想过来找我 却又听到她爸爸在非洲感染了孽疾 当地医疗条件欠缺 她和何妙德立马回去 照顾她的爸爸 把她爸爸接回美国 她爸爸年龄大且心情很差 最后没有抢救回来 一个常年为援助者治疗传染病的医生 最后在旅行的时候 死于孽疾 后来她想联系我 却发现我拉黑了她 她也想过找我 又担心我是另有新欢 在犹豫中蹉跎了时间 我突然很难过 她遭遇了这些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只当她很忙 只当她工作不开心 也没有关心过她 我向来也不懂 如何去关心别人 我只是自私地守着自己的心 不让自己受伤 嫂 别用这种同情的目光看我 我的父母相爱过 生命的最后也和解了 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 我有些惊讶 嫂 你和傲也很相爱 我看得出来 但是相爱不一定能相守 因为爱情和生活是两件事情 相爱容易 但如果要相守 就得互相包容 懂得让步 没想到 妙竟然有这样的见识 何妙却说 这是她哥哥悟出来的道理 从你身上悟出来的道理 傲说 她遇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可是她的性格有些别扭 想爱却怕受伤害 假想了很多不存在的阻碍 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嗯 这说得有点像我 其实 一个人原生家庭 对这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对婚姻失败的父母 会让孩子失去对伴侣的信任 必须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必须时时刻刻包容他 总有一天 能把他的次旅顺了 我从没有跟何傲 说过自己的家庭 何傲也没有对我说过 没想到他竟然从我身上 看出了我父母的影子 傲这个人还蛮不错的 至少他知道 不管吵架的时候多么生气 也不能在女人崩溃的时候 火上添油 毕竟我们的爸爸经常做错误示范 何妙说完这句话 我们就准备上飞机了 我真的感激他 我的产后抑郁好了一大半 傲不是产科医生 因为违规给你做剖宫产手术 被禁止从业一年 他也没有跟医院辩解 也没去协会申诉 他说他这一年 正好当一当全职爸爸 我震惊了 有些心疼地回头看了看 在后机室里面 因为长时间熬夜 眼下乌青的何傲 他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付出了很多 还要忍受我 惊涛骇浪般的脾气 我暗暗下定决心 爱情 生活 孩子 以后不能让何傲一个人承担了 何妙以为我在担心别的 他连忙补充 生活方面嫂不用担心 爸妈留的资产虽然不多 但养活 你们小家庭绰绰有余 我回过头握住她的双手 眼中琴满了泪 动情地说 嫂都知道 嫂都知道 傲是好老公 妙是好姑娘 我们都会幸福的 何妙可能又被我给煽情到了 略略嫌弃地抽出自己的手 嫂 这个产后激素水平波动大 还是该定期去医院 给正经产科医生看看 哈 我和何傲回了中国 何妙在美国整理他们附近留下的资料书籍 等我们婚礼的通知 何傲 你知道 婚姻代表了什么吗 何傲以为我又要说什么歪理来闹他 他漫不经心道 代表了你以后只能和我困窖 也代表了你以后开心和难过都要和我分享 我听说了你父母的事情 还有你违规为我剖工产的事情 我想了结你 你愿意多和我说一说吗 何傲不可思议地抬起了头 默默 你真心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真心愿意和我结婚吗 何傲激动地抱紧了我 我当然愿意 我在他耳边轻轻说 宝宝是你的 从我第一天认识了你 我就没有和别人困过脚 因为心里只有你 身体便不能再接受其他人 何傲一脸震惊 却又强压着信息与激动 做出理所当然的表情 他冲进婴儿房 双手微微颤抖 看了看熟睡的小孩 默默念叨 我懂了 我懂了 我厉害 我百步穿扬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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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